来 当这些 我看看 就当这些破烂首饰啊 什么破烂首饰 你看清楚了 这是碧玉镯子 还有香精的首饰啊 得了 你当我是瞎子 我告诉你吧 你是头一回上门当当 不懂得当铺的规矩 凡是上跪的东西 全属破烂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反正我要当这些 那你想当多少 三百两银钻 大姑娘 你当我们这儿是善堂啊 就这几样破烂首饰 你想当三百两 你是存心耍我 还是想害我 让我们东家撵我出门啊 你看清楚了 不止这些 还有里面这个 杨脂白玉金雕的麒麟 这杨脂白玉 有什么好稀罕的呢 你看看 这也是金雕 依我看 手工粗得很 值不了几温 那你说 怎么办吧 能当多少 全部加总了 我出你二十两 我出你二十两 你说什么 你这本名不是坑人吗 谁坑你了 是你自己上门的 爱荡不大 原姑娘 光临本当铺 可是家有急用啊 是我个人 原姑娘 可是有什么急用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你快去禀告老爷子 就说原家大姑娘 驾邻我们朱家 快去请她前来见一见 是 请 我只不过是 这样子不妥吧 有何不妥 朱道老板三番两次 请人上门提亲 就连您这位老好人 也都出面 可是我却一再拒绝 现在 我却上门有求于人 心里自然会感觉不妥 原姑娘的苦衷 我能够体谅 不过 老爷子是天下第二档的老板 原姑娘有困难 我也不能擅自做主 只有老爷子点了头 才能算数 您说是不是 来 请坐吧 坐下好说话 好吧 我 大胆揣测 原姑娘要的这三百两银子 不是为了你自己吧 表面上是为了别人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想不到啊 想不到 原大姑娘居然光临寒舍 来来来 坐坐坐 别客气 到了这儿就别客气了 坐坐坐 请 听二嘲讽说 姑娘有急用 没错 原姑娘想用三百两银子 用什么做抵押呀 不敢有买老爷子 那些抵押的当品 大概总值三十两银子 这个 这个相差悬术太大了吧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老嘲讽一片好心 把我请到厅里来 说要帮我想个办法 没错 我的确说过 不过 我也必须请原姑娘 把这笔银子的用处 据实相告 才好有所斟酌呀 好 那我就实话实说 这三百两银子 我是要给明年轩 做进京赶口用的盘缠 明年轩 那个穷书生 他目前是个穷书生 可是他一旦金榜高中 就会有另外一番天地的 金榜高中 谈何容易呀 袁姑娘 我今天跟你把话说白了吧 我们朱家提亲的条件 你是知道的 只要你一点头 那就是荣华富贵的少奶奶 你为什么偏偏要去赌 那个姓梅的书生呢 感情的事 谁也没有办法勉强 我不是赌 而是确信 他一定会高中 袁姑娘 为何如此有把握啊 老嘲讽 如果你读过她的文章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对她 那么有信心 可惜呀 没有机会败读 老嘲讽 我是来荡荡求助的 请你不要再谈个人的私事了 好吗 我倒以为 这并非个人私事 我可是全心全意地 想帮助你成全心愿 怎么帮 这样吧 如果你方便的话 把梅公子的大作 拿一篇我来败读败读 或许 我会有更好的方法 当真 我这辈子 还没有骗过人 怎么会是不为君子的 是啊 整个三柳证的人都说 朱长夫为父不仁 却找了个老好人 做他的帮手 帮他记应得 如果人人都说 他是坏人的话 那就不是伪君子 这个呀 你们两个不了解 等将来有一天 真相大白的时候 你们俩就明白了 白大侠初来乍到 怎么会对他如此了解 想不提那个老混蛋 游姑娘 后来呢 当时 我想老嘲讽 只是一心想帮我 所以 我想给他看看 念轩的文章 也是应该的 难怪当初你找我 那篇文章 却又不肯告诉我原因 当时 的确不想让你知道 我跟老爷子商量过了 不然有他的道理 要是有个五百两 甚至一千两 这一路上 就会舒服许多 甚至还可以抽 交换条件 有哪里能称得上 一个狠子 喔 有哪里能称得上 还是有哪里能称得上 便宜 可以 啊